近日,九旬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谢桂英接受了中心社记者采访 谈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时,老人十分伤心 谢桂英称,只有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才能让中日两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谢桂英,至今依然清晰记得83年前的一幕幕惨状 1937年12月13日,日本鬼子到我们南京了 父亲的死讯传到乡下,母亲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过了两个月,母亲带着两岁的弟弟回到南京 镜头前,谢桂英老人忍不住劳累纵横 他说,自己不想哭,可是一想起来就止不住地流泪 而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一直深埋在谢桂英的心里 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,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和日本退休小学老师松刚桂找到了他 从此,谢桂英终于可以在世人面前大声说出这段战争中的家庭惨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,谢桂英与松刚桂的友谊也愈加深厚 老人因为这份温暖一直记着那位日本的老朋友 谢桂英也告诫年轻人一定要珍惜和平的岁月